高端的猎人往往以猎物的方式出现 男人装死已经过了16个小时 终于等来了猎物 一只比鲁斯猫进入范围 开始感知遗体 就见男人瞄准开始拉动弓弦 比鲁斯猫仿佛有种不好的预感 男人一只雕临建设猪 在0.28秒后心肿红肿 男人走过去查看 饿了三天终于能有肉吃了 男人叫艾莉在路上遇到求助的女人 女人表示帮他修车就会有福利 但艾莉却闻到一丝阴谋的味道 果然有几名状案现身 头目直接了当 让艾莉把他背包拿下来 不然的话今天就是你记着 头目见艾莉不为所动 在此场前警告他 没想到艾莉却说 你敢再碰我一下 你的手就别想要了 头目根本不信 但下一秒艾莉出刀 头目的手就掉在地上 头目下达命令 愣着干什么快给我上 手下拿着武器走向艾莉 艾莉用他十米长的打砍刀 以迅雷不及掩耳到零的速度 迅速解决了四人 只剩最后一个手拿电锯的男人 电锯栏上前 艾莉挥舞长刀 五人全都被解决 艾莉放过了女人 继续往前走 在未来世界 爆发了最后一场战争 大气层遭到破坏 城市变得一片废墟 只有少部分的人活下来 生活的物资紧缺 抢劫的事情时又发生 为了让世界从今回到文明社会 艾莉带着最后一本圣经 一路西行 这一路 她不断搜寻可用物资 她来到破旧的房屋 水龙头早已生锈 流不出水 艾莉打开一扇门 被眼前的景象吓一跳 但很快恢复平静 艾莉把尸体的靴子截下来 穿在自己脚上 晚上把打猎抓到的 密鲁斯猫烤了吃 又把猫油抹在嘴唇上 防止嘴唇干裂 晚餐过后 艾莉带上嘴唇厅 感受美妙的音乐 第二天 艾莉被阳光晃醒 随身听显示 电量不足 艾莉呢 收拾好行当出发 遇到了几个打劫的壮汉 艾莉不多废话 全都送他们建商店 艾莉搜寻到一个打火机 在附近找到一家小店 用刚刚的打火机当报仇 让老板帮她 把电瓶充满店 在等待的间隙 艾莉又进入隔壁的酒馆 想把水壶装满水 就在这时 一只小猫走来 艾莉轻轻推了一下 猫的主人就找上门来 感动我的猫 艾莉不想惹事 但猫的主人 还是出言不逊 艾莉直接把对方的头 刻在珠子上 艾莉本不是胸弹的人 只是因为见到她 在路上滥杀无辜 所以才暴怒出手 艾莉背着包就要离开 其他的脚混混 把艾莉吞吞没住 就让她付出代价 艾莉的十米大砍刀 才挥动了几下 就拿下三杀 其他脚混混还要上前 艾莉根本不客气 全部拿下击杀经验 不亏接水的女人 及时堵制 才避免了更多杀戮 黑老大看中艾莉的能力 想让她留下来 帮自己开疆过土 可艾莉呢 还要把圣经送到西方 挽拒了黑老大 黑老大没有表示不满 给她一晚上的时间考虑 把艾莉安排到一间屋子里 送来干净的水 还有一个漂亮的妹子 面对妹子的头牌送抱 艾莉全然拒绝 并开门 让妹子出去 妹子关上房门 请求不要把她赶出去 妹子叫小美 她和妈妈被黑老大控制 到时她走了 黑老大就会对妈妈下手 艾莉只好把小美留下来 小美无间看到桌上的书 她想看看 桌上有什么内容 艾莉突然 用了一副严肃的面孔 说什么也不给她看 艾莉让小美握住她的手 跟着她一起祷告 第二天一早 小美在吃饭前 拉着妈妈的手 也开始祷告 黑老大一听小美说的话 就猜到了艾莉拿的是圣经 她找了好多年 黑老大冲进艾莉的房间 使人去楼空 艾莉拿上冲凹的电瓶 刚出门就看到 黑老大带着一伙人出来了 要艾莉交出圣经 因为有了圣经呢 黑老大就可以不费一兵一卓 用思想控制其他人 艾莉看出了黑老大的谋坏 果断拒绝 然后骑身离开 转得不行就来硬的 黑老大命令手下干脑胎 艾莉呢 一个人 单挑取能开始 艾莉先解决了楼上的举举手 对着其他手下开枪 枪枪顶中 艾莉用汽车当作掩铁 在躲避之余 才能抽空枪杀手下 手枪没子弹了 艾莉又抽出了包里的裂枪 展开死亡射击 精准命中 黑老大的膝盖 手下见黑老大受伤 停止了攻击 光头知道艾莉的能力 自知打不过 于是 帮艾莉离开 刚走出一段 小美就追了上来 妈妈觉得 她跟着艾莉才会安全 可艾莉呢 习惯了独来独往 不想带着她 小美未表成烈 带着艾莉 找到一处隐藏的水源 艾莉装满水后 反手就把小美 锁在里面了 她知道 前路胸前 不能让小美跟她一起冒险 但小美呢 还是逃了出来 中途她看到 一个求求的女人 好心上前帮扶 女人表示 她可以等其他男人来帮忙 让小美离开 小美呢 还想帮忙 不料啊 出现一个标形大汉 等小美想逃 已经为时一晚 她被两个大汉 拖进管道里 想强行和她开车 不管小美怎么挣扎 都无据于事 就在他们脱衣服的时候 突然 又跟见这种大汉的小鸟 紧接着 另一个大汉 也被刺中了脖子 原来 是艾莉及时赶到 小美起身 一把抱住艾莉 要不是她及时出现 孩子都得剩好几个 经此一事 艾莉让小美跟着她 两人看到远处的房子 走上前去 完全没有看到 旁边的木牌写着 静止闯入 刚想开门 结果 中了脚下的陷阱 一对老夫妻打开门 两人居住表示 并没有恶业 老人这才让两人进屋 老太太收斗着 把茶端出来 艾莉看出了不对劲 她并没有调明 通过交谈得知 老头是个不知机关的高手 这才阻止了想把整她房子的人 老头带两人 看了火花园 这里埋着十几个坟墓 趁老夫妻离开 艾莉告诉小美事情 老夫妻呢 不仅杀了这些人 还把他们吃了 两人收拾东西 就要离开 刚开门就看到 黑老大他们来了 还携带着重型火烈 他们正好返回屋内 老头明白 这些人来着不善 翻出了家里的武器装备 黑老大用喇叭喊话 只要把小美和圣经交出来 就不会动手 你一想要书 那我就给你 艾莉扔出一个 圣经大脚的东西 光头打开一看 竟然是炸弹 两秒后 下面让脖子继续讲 双方正式交战 手下用防弹车做掩体 并没有人受伤 反观小木屋内 已经碎线满天飞了 艾莉扔出手榴弹 光头更猛直接拿出火箭炮 一缩子下去 房屋被炸开一个洞 老太太当场身亡 这还没完 黑老大又搬出重型火力 热兵器一处无人能敌 老头还没来得及报仇就被击中 随着机枪不断扫射 小木屋很快被射成马蜂窝 艾莉小美两人被活捉 黑老大抓住小美 逼迫艾莉交出圣经 为了小美的安全 艾莉只好照做 黑老大把圣经拿到手 还没放过艾莉 对着她的肚子就是一枪 艾莉强撑着精神 掏出小刀想反击 但还是倒下去了 黑老大一行带着小美离开 小美趁手下不注意 用绳子勒住司机的脖子 汽车失去控制发生了侧翻 黑老大见状急忙掉转车头 小美把车上的手雷抛出去 虽然黑老大的车及时躲避 可后面的车就没那么幸运 全被炸得粉碎 小美回到车上想开车逃离 副驾驶的光头制止她 随后开门跪在地上 原来光头一直喜欢小美 她这一跪是在请求黑老大放过小美 黑老大看见后 想着汽油只够回程 便放弃追击小美 小美驾驶着车回到小木屋 这里已经人去镂空了 小美开着车一路西行 终于在路上见到了爱丽 她拖着受伤的身体还要向西走 多亏小美及时赶到 爱丽简单整理了伤口 在车上修整后 汽车向西行驶 荒凉的大地上也多了一抹绿色 汽车一路行驶到金门大桥 在断裂处停下来 爱丽看向远处 那里就是她要到达的地方 两人驾驶着小船 到了一个岛上 这里是人类重新开始的地方 通过书籍帮助人们重建家园 虽然圣经被抢走 但爱丽已经背着圣经走了30年 每天都会阅读 圣经的内容已经烂熟于心了 她把圣经的内容背出来 在教授的帮助下 圣经被重新制作印刷 爱丽完成了她的使命 便离开了人世 另一边黑老大把圣经打开 却发现这本圣经竟然是盲文 她损失了那么多手下 到头来还是没能得到圣经 由于她的手下都在抢夺圣经中去世 导致她管理的区域被其他人吞顶 看来黑老大不久后 也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本片晚安 本片讲爱丽指出本期问题 你觉得有了圣经后 人类会进入文明世界吗 觉得会抠三个一 觉得不会抠三个二 重力的抠三个三 相信呢 有了文化信仰 人们会重新建造家园 恢复末日之前的世界 波勒感冒了 嗓子不给力 所以每次讲到嗓子崩溃时 我只会继续讲 本片好看 推荐这款原片 好了 本期动就要这了 记得给伯乐点赞 还有关注和订阅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